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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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看了一些访问 来港的医护人员 其实都是要很短的时间 离开了你们自己的工作岗位 你们都有自己的病人要照顾 但知道香港需要你们的帮忙 都是持援香港 等于两年前很多的医护人员都是持援武汉 所以我对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个付出 感到非常的感动 最后对于中央人民政府 在一国两制下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支持 我是感到非常的感恩 我也有信心在中央的支持 指导 在广东省李希书记 为中省长 在深圳市政府 跟我们的全面配合 和各位不劳慈虎的来到香港 为我们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 香港一定可以打赢 这个抗疫战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开通 今天这个即使从来没有开通的联堂 相应为口岸 让两地的人民 能恢复正常的恍来 所以再次对各位的来临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这个说话 坦白说 如果你说 中国医护 取代香港医护 整个医管局的领导层高层 都可以被中国的医护专业取代 所以是不是将来 你说到香港整个港共政权 公务员都是被中国人用特事特办 战事这个紧急方式 去换去呢 是不是呢 你现在说 林郑月娥说 现在战争时期 特事特办 或者是不跟规矩 就一次过换了公务员 然后连特事都换了 你说多好啊 是不是呢 这些就是 我有一句说话叫做 你替人头人亦替你头一样 所以 指番话话 如果你根本 你身有事的 你听完 你就知道什么 你究竟说这个公务员 坦白说 叶刘刘淑仪 都没有中国公务员工作 或者研究的经验 她懂什么 又是乱说话 在那里抽水 那这么多人叫林郑月娥叫叶刘淑仪 做个司长 那看看她怎么办 对不对 那无论 坦白说 这一个70岁人 我觉得 即下口德 收下口业 有时的事情 你对香港都已经 差不多是这么说 不要叫做贡献 叶刘淑仪 基本上是香港的癌细胞 我用回这个 何晓辉医生 在2014年的说法 就是说 香港癌细胞一样 当然香港是血癌 没得救了 问题就是 究竟是 剩下多少年病 坦白说 如果你撑了叶刘淑仪 二万点的话 其实你的策略作用不大 还有不要说 之前已经 一些中资管 在被人洗仓 洗到差不多 变成了 牢布一样的价值 坦白说 坦白说 如果你说现在升 大家趁现在放了去 你当 升一升 当是走路的一条 等于理大围城 你走路最后 要用一个 省渠 用这个 引水 现在就被你走路 就被一条省渠 被你走路 一样 对吧 所以 不知道 因为 你都没有什么消息 你好 第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香港整个跌市 和全球股市 是不一致的 你看到台湾 加权主数 遲些会高 恒生指数 又或者看到 外国的股市 没有一个这样的跌幅 这很纯然是因为 中港因素 奴致的一个现象 中港因素 我刚才说到 就是 例如 之前我自己做 資料搜集 都有说到 都发现到 这个采购经理指数 仍然是一个低位 都是50点多 就是说 其实 中国都会 现在或将来都会面对 因为整个武汉疫情的一个状况 令到它出口业 令到它物流业 各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 也见不到一个解决迹象 因为坦白说 如果你说中国有这么大疫情 它对于外国的一些轮船 一些船隻来到中国 进行一些物流的工作 会不会有一个很严厉的行制 令到很多外国的一些 货船各方面 未必会这么多来中国 或者是很有限来中国 来进行一个物流的活动 这是很实际的一个操作考虑 第二方面 也影响到消费 因为坦白说 你整个疫情 并影响这个消费行业 第三产业 很多人失业 没有工作 经济困难 连租 日常生活都比不起 再加上 糧食方面的问题 我自己都会预期 今年在中国 都会出现很多 跟水有关的灾难 灾害 无论是台风 在沿岸地区台风 也好 或者在内陆地区 一些大的河流 因为这个暴雨 甚至是大雨 而出现了一个 长期 上海也这样爆 有一些原本想着 由香港折去上海的一些 可能大型的一些 债券公司 或者一些 财经机构 会不会最终都去了新加坡 好像我在开始所说 所以也令到 坦白说 我都看不到 如果你说 我之前预测 就是说 2023年才是汽浴 但2022年都已经 私横偏夜 我都想象不到 那种恐怖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会如何 会如何 那